其实又输了,107比119不敌NBA全明星球员奥拉迪波领衔的步行者, 他遭六连百,本场比赛,球队领袖,NBA超级球星乐福确诊,胡德17分,希尔14分,克拉克斯12分,小南斯15分,赛克斯顿12分,没有老大,大家的发挥感觉还可以, 其实,在NBA第一人詹姆斯离开骑士后,很多人认为他们依然有实力进入季后赛,毕竟,球队还有乐福, 陶普森,史密斯等汉将,另外,还有胡德,希尔,肖南斯这些名将,当然,他们的主帅泰伦鲁也算是NBA名帅,号称鬼才教练, 但谁也没有想到,他们竟然一场球都赢不到,而上赛季他们还是总决赛球队,看到这样的歧视,对詹姆斯真是肃然起敬, 上赛季竟然带着一群这样的球员还杀进了总决赛,虽然被勇士横走,但也已经算是创造了奇迹,难怪33岁还能成为NBA第一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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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